流浪猫 小帅捡了一只流浪猫 这只猫非常粘人 对谁都很友好 唯独对小帅的妻子小月 态度恶劣 只要他一靠近 小猫就躲到一边 凶巴巴地盯着他 直到这天 小帅发现小猫 并不是在看妻子 当他顺着小猫的视线看去时 瞬间吓出了一身冷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小猫凶的是妻子背上的人 瘦身碗 小月在村口就下了一个乞丐 为了报答小月 乞丐给了小月一个碗 说是只要用这个碗吃饭 吃再多也不会长胖 从那以后 小月每天都用那个碗吃饭 身材越来越好 这天 乞丐找到小月 要把碗拿回去 小月不肯 把乞丐推进盒里 从那以后 小月不管吃再多东西 也像没吃一样 饿死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小月吃下的东西 都进入了乞丐的胃里 但乞丐死了消化不了 等于没吃